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这个单前一转 转出两个动作来 一个脚往后退 一个手往前去 它是这么一转出来的 这是一个动作 你看这个是不是协调的 你老想这么样 自己做动作是不行的 你看一个动作 然后往回一走的时候 正好地拉回来 又是一个动作 动作呢 一定要从这个腰里领出来 要这样的时候 你得这么样 你看身体不就偏了吗 就用这个地方领着 到这儿来你看 要出这么个样 要使劲的夸张一下 你看 加上这个之后 你的腰呢就更强大了 更能把身体领下来 在练的时候就差这么一点一点 一定是腰的力是51 别的夹在一起49 下一个动作的开始 不是自己开始的 要这个轴肩胯往里合一点 要做这个动作 这个单边呢 你不能硬掰它 就是这个里面 你得给它夹这么一点粘合剂 你看 就这一点 它动作就开始了 要不的话 硬的 还是 这一点 时刻都得有了 割挡这个就可以 看出来我的轴在哪吧 如果你割挡的时候这样 这就赚大了 你这么一割挡 你看身上没劲 它是这么样一割挡 然后一到了这儿来之后 你微微有点这个了 这就是大了 是怎么样呢 是这么一割挡 劈身锤 它一开始都是辅助动作 到最后 就是这么一下 然后你到这儿来 它又这么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 它不拨把尖和轴的劲 就是一下顶了拳头去 到了这儿来也是一样 我故意的这个轴放在外面 肩也是在这个地方 它这么一顶了一下